魔鬼论相 鬼 作者 韩国首尔圣乐教会主任牧师金基东 碧里亚出版社出版 第五课 不信仰与诅咒 魔鬼接近夏娃 把不信仰放进了他里面 导致亚当也陷入其中 从此 人类就开始受魔鬼的支配 地也受到了诅咒 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说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诅咒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还说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酥 从尘土来的人要重归到尘土中 而蛇要吃土 这就相当于魔鬼获得了可以骚扰人的许可 亚当是在阴间唯一能与上帝交通的存在 但这唯一的权力却断绝了 全人类沦入魔鬼的支配下 亚当既被魔鬼欺骗 就成了魔鬼的奴仆 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说 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从此 魔鬼开始支配人类 而人受了诅咒 以至于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 就这样 不信仰给人类带来了诅咒 不信仰关系到灵的问题 诅咒则涉及到肉体 不信仰就是罪 一提到罪 人们就想到脱离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 对罪的这种定义 是连没有信仰的人也有的 不信上帝的人也有 不要奸淫 不要偷盗 不要杀人等戒律 他们把脱离这些戒律的行为称作罪 当然 我们用信仰的视角去看 这些也明明是罪 但在上帝面前 罪根本的罪是不信仰 世上的宗教并不把不信仰当作罪 唯独在我们的信仰中 不信仰才是罪 伦理道德方面的罪是属于自犯罪一类的 牵扯到人类灵魂下地狱的罪并不是自犯罪 而是不信仰的罪 而是不信仰的罪 与上帝断绝关系的人 而只能说是一把尘土而已 那么什么是不信仰 灵魂没有上帝的话语就是不信仰 没有上帝的话语就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也就没有光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也就是说 不信仰就是指没有上帝的话语 没有上帝的生命 没有上帝的荣光 没有真理的地方只有虚假 没有生命的地方只有死亡 没有荣光的地方只有黑暗 不信仰的地方就是受虚假 死亡和黑暗支配的地方 所以圣经把魔鬼叫做 说谎之人的父 长死权的 黑暗的权势 把与上帝断绝关系的状态叫做死了 以福所书二章一节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亚当不信从上帝的话语 吃了分别上额树上的果子以后 人的灵就与上帝的话语断绝了 与上帝的生命断绝了 与上帝的荣光断绝了 人就成了说谎的 怕死的 瞎眼的 不信仰给人带来了诅咒 要知道 人受了诅咒是指魂受了诅咒 因着人里面的灵 这诅咒变成了永远的诅咒 并且这永远的诅咒通过肉身显现出来 举个例子 有个人生下来就是瞎子 瞎眼是这个人受到的诅咒 通过肉体显现出来的症状 即使这个人丧失了肉体 但灵魂所带有的诅咒还照样存在 这个失去肉体的灵魂 如果进入别人体内的话 那么就会通过别人的肉体 显现出自己的特性 及瞎眼的症状 再假如这个瞎眼的鬼 进入带有哑巴诅咒的不信者里面 那么原来哑巴的人 就会变得又哑又瞎 在这种情况下 哑巴是自己灵魂所带有的诅咒 瞎眼则是鬼带来的诅咒 信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信者的罪已得了赦免 所以他的灵魂没有诅咒 在相信的瞬间 自己的病就会消除 所以对信者来说 没有病是自己的 假如有一个信者突然成了瞎子 那么这不是他自己的诅咒 而是鬼带来的诅咒 处理这诅咒的方法就是 使用基督的权柄赶鬼 有的人把疾病看作上帝 特意给自己的恩典 这病是上帝给我的 他提醒我要我谦卑 病人如果这样想 那么就只能白白地受苦 当事人非要这样想也没有办法 但受苦的只有自己 我们要认清 鬼是多么肮脏的存在 要依靠上帝的权柄去赶鬼 不信的灵魂离开肉体以后 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在世上活动 而信者的灵魂在离开肉体的同时 会进入乐园 信者的灵魂不会停留在世上 这世界只不过是为了审判魔鬼 而造的拘留所而已 现在魔鬼已经受了审判 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无需再有了 但在那日之前 魔鬼会不停地做工 他手下的乌鬼们也会不停地做工 关于鬼的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小标题 第一个标题 人的寿命是120年 挪亚时代 上帝已经定了人的平均寿命在120年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六章三节 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有的人主张 这120年是指挪亚造方舟的时间 但我们仔细看圣经就可以发现 并不是这样 挪亚在500岁后生了 陕 寒 与 雅 福 创世纪五章32节说 挪亚500岁生了陕 寒 雅 福 在发生洪水 挪亚和他的妻子 儿子 儿媳 一起进入方舟的时候 挪亚600岁 创世纪七章6节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挪亚整600岁 挪亚在500岁以后生了三个儿子 要想看到儿媳的话 最少要等30年 假设挪亚在530岁的时候 开始与家人一起造方舟的话 那么造方舟的时间 再怎么长也不会超过70年 所以说 创世纪六章三节所说的120年 并不是指挪亚造方舟的时间说的 上帝把人的平均寿命定为120年 医学上也推测人的平均寿命在120年左右 人的平均寿命在120年 是指无论谁在最健康地活着的情况下 寿命是120年 当然 根据情况不同 有的人能活120年以上 也有的人活不到120年 但平均来说 120岁可以说是人的自然寿命 田里的稻穗还高矮不同呢 有的高一点 有的矮一点 同样 人的自然寿命也稍有差异 但基本上120年就是人的平均寿命 假设有个人满了自己的自然寿命 然后离开世上了 那么 这个人不会作为鬼在世上彷徨 我给许多人赶过鬼 在这么多鬼中 没有一个鬼说自己是老死的 大部分都是非正常死的 什么跟人打架被打死的鬼 得病死了的鬼 上吊死了的鬼等等 没有一个鬼是正常老死的 在问他们什么时候死了的时候 没有一个鬼回答说 500年前死的 有的鬼刚开始说谎 说自己是朝鲜时代的王 当我斥责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承认 我是这孩子的姑妈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鬼是在120年前死去的 假设有个鬼说 自己是在70岁时得病死的 已经死了100年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到现在的寿命是170年 但实际上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100年前死的鬼 他死的时候年纪在20岁左右的话 那还有可能 假如有个人的自然寿命是100岁 但是他在80岁的时候得癌症死了 那么这个人会有20年的时间作为鬼活动 再假如他2岁就死了 那么他就有98年的时间作为鬼在世上活动 如果这样的鬼缠在一个家庭里的话 那么这个家庭在几十年的时间会一直受到鬼的折磨 也许到了下下一代才能免去这诅咒 所以圣经上说 诅咒会影响到三四代 出埃及记20章5节说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人败偶像 他的诅咒会影响到三四代 一个人败偶像 那么因着这个人会有瞎眼的 而聋的 点弦的诅咒 临到他下面的三四代子孙身上 鬼直到满了自己的自然寿命为止 会一直留在地上 不停地想法子进到别人体内 比如说 有一个鬼离自然寿命还差一百年 他进入了一个五十岁的人里面 后来 这个人在七十岁的时候死了 也就是说 鬼在这人里面停留了二十年的时间 那么 这个鬼离开自己的自然寿命还差八十年 鬼这次又进入一个十岁的人里面 结果 这个人在七十岁死了 这样 鬼在他里面待了六十年 而鬼的自然寿命还剩下二十年 那么 还得向法子进入别人里面 就像这样 鬼直到满了自己的自然寿命为止 不停地想要进入别人体内 再举个例子 鬼进入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里面 这青年突然患了重病 生命危在旦处 但是 某一天 青年的病突然好了 他以为病是自然好的 但其实不是自然好的 而是进入自己体内的鬼 满了自然寿命就离开了 但是 没过多久 又患上了别的病 你以前的病又复发了吗 没有 那病都好了 这次是未病 虽然 以前给自己带来痛苦的鬼离开了 但是 那个位置又由其他的鬼代替了 如果这个鬼还差七十年 才能满自然寿命的话 那么 这个青年就只能一辈子被未病折磨了 鬼想要的是自己的房子 鬼与天使不同 鬼本来是有肉体的存在 鬼所拥有的性格 除了丧失了肉体之外 其他方面都与有肉体的时候一样 人们误以为 鬼是全知全能的 事实上 并不是如此 鬼一般都不会远离自己在有肉体时生活过的环境 经常会进入自己的家人或亲戚里面 所以 因着一个鬼 整个家族三四代都要受到牵连 三四代最少是一百年的时间 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的话 四代就是一百年 主耶稣问在坟营中被鬼附的人 你名叫什么 我名叫群 有人指费我说 在赶鬼的时候 问鬼的名字是不对的 还有的人说 鬼都是说谎的 所以他们的话一概不值得相信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耶稣问鬼的名字也是不对的了 而且 鬼做的回答也是不可信的了 但是 无论哪一种被造物在耶稣面前都绝对不能说谎 西部来书四章十三节说 并且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 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鹿敞开的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二节说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今天 我这样赶鬼 并不是奉金基东的名 而是耶稣的名 鬼在耶稣的名面前是不能说谎的 在耶稣面前是无法施行骗术的 所以 鬼在耶稣的名面前露出原形 冤枉地哭着喊自己是张某某或者王某某 我有辨别诸灵的能力 所以经常能看到鬼 鬼如果生前曾经是军人的话 我有时连他军府上的名字都能看见 有一次 我看到鬼军府上的名字就问鬼 你是朴某某吧 鬼就非常惊讶地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有的人在赶鬼的时候问鬼 你是谁 鬼回答 我是他大伯 赶鬼的人听到这话 说的话竟然是 你老实点 人怎么能是鬼呢 你不要说谎了 赶鬼的人既然这样说 刚才还又哭又喊的鬼 马上就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笑眯眯地说 对了 你说的对 我不是他大伯 就这样 鬼一旦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很难把他赶出去 为了赶鬼 最好把鬼的原型揭露出来 那么鬼就会自暴自弃 很快离开 今天 基督徒们被教里所捆绑 使得能力受到限制 人们把鬼的话全部当做谎话 鬼说 我是他爸 赶鬼的人却说 我知道你在说谎 你是天使吧 鬼就随声附和着说 对 我是天使 嗯 我是天使 到了这个地步 就很难把鬼赶出去了 耶稣问鬼 你名叫什么 鬼回答说 我名叫群 鬼说的群这个词 是当时罗马军队使用的词 指的是几千名步兵组成的军团 有的记载上说 住前六十年左右 巴勒斯坦与罗马军队曾发生过炽热的战斗 当时有许多军人在那里被杀害 假设被杀害的军人们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话 那么他们离自然寿命差不多还有一百年的时间 假设耶稣是在三十岁的时候遇到他们的 那个时候乌鬼们还剩下大概十年的时间 耶稣命令乌鬼们出来的时候 乌鬼们要求耶稣不要把他们送入无底坑 即使耶稣不吩咐他们进入无底坑 他们满了自然寿命的时候也要下无底坑的 一旦进入无底坑 鬼就再也不可能在世上活动了 即使鬼离满寿的日期还有十年 但如果主命令他们去无底坑 他们就必须去 所以乌鬼们说 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这时 耶稣凭着能力充分可以把他们赶到无底坑 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合法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 才能合法地把他们赶到无底坑 耶稣愿意凡事依法处理 他倒成肉身来到世上 死而复活 都是为了合法地审判魔鬼 有的人为了否认不信者死后的存在是鬼 以财主和拉撒路为根据 说财主死后明明不能回到世上 紧急动怎么主张死人作为鬼在世上彷徨呢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烟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 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那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一只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啊 即使这样 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呢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拉撒路进入的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亚伯拉罕的怀里 是在律法之下的上帝的百姓们停留的地方 耶稣说 得蒙耶稣功劳的上帝的子女们 离开世界后 进入的地方是乐园 虽然亚伯拉罕的怀里 也是属于乐园的一部分 但一般把非上帝的子女 也就是拥有奴仆身份的人 去的地方 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 拉撒路死后 被天使们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但圣经说财主死后在阴间受着痛苦 换句话说 财主死在阴间里 也在阴间里受着痛苦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和不幸的人 把了自然寿命后去的无底坑 全部都属于阴间 之所以财主不能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出来 是因为他已经在无底坑里面 财主在世上天天奢华烟乐 也许是到了自己的寿命而死的 所以死了之后会直接进入到无底坑里 一旦进入了无底坑 就再也出不来了 而且在那里再怎么呼喊亚伯拉罕 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鬼即使不特意带着 我要让这家伙生病的想法进到人里面 一旦进入到人里面 也会给人的肉体带来疾病 鬼在丧失自己肉体之前 已经因着本身的诅咒而带有疾病 比如说 有的人受到的诅咒通过皮肤病显现出来 他死了以后 皮肤病就成了鬼的疾病 这个鬼进入别人肉体里的话 那么鬼所带来的皮肤病 照样会通过别人的肉体显现出来 所以说 鬼即使不努力制造疾病 只要进入人体内 就会给人带来疾病 赶鬼的时候也经常会问鬼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那么鬼会回答 四年或者五年等 从乌鬼们的回答中 常常会发现 他们进入别人肉体的时间 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长 比如说 有个人在五十岁的时候信了耶稣 在给他赶鬼的时候 问鬼进来多久了 按照我们的想法 他可能回答四五十年了 但实际上 却可能听到鬼说三年 那么 在三年前 这个人就没有病了吗 并不是如此 虽然这个鬼进来只有三年 但在这之前 有其他鬼进来又走了 带有未病的鬼进来 使人痛苦一阵子离开了 然后又有关节炎鬼进来 让人痛苦一阵子 就像这样 在这个人一生中 到底会有多少鬼来来回回 我们无从知晓 而且 在人的身上 除了鬼带来的疾病之外 还会有 因自己的诅咒而出现的疾病 因自己的诅咒而得的病 在信耶稣的瞬间 就会消失 举例说 有个人在五十岁信了耶稣 这之前他一直受胃病的折磨 而在他信耶稣的瞬间 病就好了 这是因为他本身的诅咒 因信耶稣而消失了 有的人信耶稣之前 患有两种疾病 在信耶稣的瞬间 其中一种病洁净了 但另外一种疾病仍旧存在 这是因为他在信耶稣的瞬间 因自己的诅咒而得的病消失了 但鬼带来的病还照样存在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鬼带来的病应该如何处理呢 圣经告诉我们 要奉耶稣的名港鬼 我们对鬼要有清楚的认识 不少人因为无法区分 圣灵的做工和鬼的做工 而备受痛苦 我曾经收到一封 在江源道墓会的传道师写来的信 他在信中说 不久前教会邀请奋行师 开了特别聚会 有一个姊妹说 自己在那次聚会中得到了恩典 但是不久后 却把同教会的一个姊妹杀了 她说 那个姊妹突然在她的眼里变成了一头猪 有声音在自己耳边说 把那猪杀了就能得救 因着这件事 教会经受了一场患难 试过以后 教会的传道师给我寄来了信 请求我把关于鬼的书籍寄给他 第二个标题 鬼把人的肉体当作帐篷 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四节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上帝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 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人的灵魂把肉体当作帐篷 灵魂离开肉体这一帐篷 我们把它叫做死亡 人的灵魂总想住在肉体这个帐篷内 鬼本来是有肉体的 自己的肉体丧失后 也一直渴望肉体 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 进入别人体内 离开肉体对鬼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所以鬼只要有机会就进入人的肉体里面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说 屋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陌后的景况比心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这里说的水是指什么 难道鬼害怕吸水吗 还是害怕海水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水 是指寻找在上帝面前的无愧良心 鬼从人身上离开以后 一直寻找不可慕上帝的人 但是这样的地方已经有别的鬼占领了 所以很难找到安身之处 没有办法 只得回到自己以前住过的地方 见那个地方已经打扫干净 还是空的 于是这次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鬼已经有过一次倍感的经验 明白凭自己的力量 无法战胜那房主的信仰 必须带几个比自己更凶恶的鬼 一块占领那地方 就像这样 鬼把人的肉体当作自己的房子 即使在那里只住了几年 也把那地方当作自己的房子 人也是 多么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为了在自己体内多住几年 又是吃不要 又是锻炼身体 再怎么上了岁数的人 如果患了病 都会想尽办法求得医治 鬼本来也是人 所以也非常可目住在肉体这个帐篷内 第三个标题 受诅咒的灵魂 因着不信仰的罪 人受了诅咒 但如果迎接基督 罪得赦免 诅咒就会一扫光地离开 不过 如果受诅咒的鬼进入别人里面 那么 鬼所持有的痛苦 就会通过别人的肉体显现出来 而且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态 诅咒也可能通过财产显现出来 财产受诅咒的人 再怎么努力 也还是脱离不了贫穷 《生命纪》二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说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里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 羊羔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速速地灭亡 比如说 有个人的财产受了诅咒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 经营了事业 但是却倒闭了 在绝望中 他再一次爬起来 想要救活自己的事业 却又被骗了 后来千辛万苦把事业再次搞起来 这次却起了大型火灾 结果他完全绝望 自杀死了 他因为还没有满自己的自然寿命 所以无法马上进入无底坑 只得作为鬼进入自己的家人或亲戚里面 被这个鬼附的人从此无论做什么事业都不顺 因为他里面的鬼用自己倒闭的方法 让别人也同样倒闭 就像这样 诅咒可以使财产破灭 诅咒也通过疾病显现出来 《生命纪》28章21节到22节说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 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耶和华要用劳病 热病 火症 虐疾 刀剑 汗风 煤烂攻击你 这都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人们常说 谁能不生病啊 生病是自然的 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说 圣经中不存在自然这个词 就连常见的痣疮 圣经也不是说它是自然出现的 《生命纪》28章27节可以看到 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痣疮疮 牛皮血 鱼戒 攻击你 使你不能医治 上帝不仅拯救人 也降下诅咒给人 没有上帝的允许 人就不可能生病 撒旦去约伯那里的时候 上帝允许撒旦击打约伯的财产 后来也允许撒旦破坏约伯的健康 后来约伯告白说 现在上帝能拿走的只剩下我的性命 就像这样 所有的苦难 唯有经过上帝的允许才能降下来 因着不信仰而降下的上帝的诅咒 是永远的诅咒 所以 即使人死了 诅咒还是不会消失 因为由人的灵魂来担当 受了诅咒的鬼 如果进入别人里面的话 那么鬼带有的诅咒 就会通过人的肉体显现出来 鬼80%以上会进入自己的家人 或者亲戚里面 所以 请巫婆跳大神 或者拜偶像的家庭 他们的子孙们所受的诅咒 会比其他家庭更多 常拜偶像的家庭内 如果有人信耶稣罪得赦免了的话 那么他在属灵方面 就一定要与家人完全断绝关系 有一次 某个妇女慌忙地跑来找我 说她的婆婆快要死了 希望我为她婆婆祷告 我问她 婆婆信不信耶稣 她说不信 于是我对这个女人说 现在有比救你婆婆更重要的事情 假如婆婆没有得救就去世了 那么 她的灵魂并得不了救恩 只能作为鬼折磨剩下的家人 若是这样 鬼进入儿媳妇里面的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在生前 照顾自己最多的就是儿媳妇 所以 比医治肉体的疾病 更重要的是灵魂得救 赶鬼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 吴龟啊 你为什么进来 这孩子最爱我 所以进来了呗 这孩子天天想我 想念已经去世的不幸者 就好像向鬼敞开大门 让鬼进来一样 那么 是谁让人思念死人的呢 就是迷惑的灵 人受到迷惑 想念死去的人 鬼就会趁机进入人里面 因着亚当的不顺从 上帝向人类降下了诅咒 上帝的诅咒是永远的诅咒 因此 人即使丧失肉体 诅咒也仍然不消失 潜伏在灵里面 成为鬼的属性 但是 人的罪一得到赦免 灵魂所拥有的诅咒就会消失 诗篇103篇3节说 它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另外 哪怕是罪得赦免而灵魂的诅咒消失的人 如果带有诅咒的鬼进到他里面 他身上也会出现诅咒 不过 这诅咒当然不是自己灵魂的诅咒 而是从外面进来的诅咒 我们不可忘记的是 即使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出现诅咒 他的灵魂还是属上帝的 至于乌鬼带来的诅咒 只要奉耶稣的名赶出去就行了 感谢观看